我家有矿,我爸是矿主 矿主五大三粗,没太多文化,但是有很多女人 接上急,我先去医院交个住院费,我妈还在睡 再去超市买了个保温筒,半只鸡,一斤小蘑菇 回到家炖在炉子上,然后淘米煮饭,温习功课 等鸡炖熟后,我把饭菜分隔装好,坐公交车到医院 因为我妈是个极敏锐的人 从我进病房,到我把保温筒放在她面前打开 我妈五连问,你买保温筒做什么? 钱没出使了吗?炖的什么?鸡,你有什么资格买鸡 我连麻药都舍不得打,你居然买鸡 你知不知道赚钱有多难,我沉默 我不是善于撒谎的人,更不善于骗我妈 我怀里揣着两万多块钱,挣扎在说与不说之间 我妈见我这样,语气不善,脸上尽是狐疑 你是不是找你爸去了,你问她要钱了 啊,最后这一句,她的声音因气氛而变形 她盯着我,如一头母兽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低着头,咬一勺汤 吹了吹,递到她嘴边,硬着头皮说 妈,您刚做了手术,需要补身体 我们家本来就,我的话没说完 我妈仰手,趴地打掉勺子 汤撒在小桌子和床单上 我说了多少次,我就算是穷死,累死,饿死 也不会要你爸一分钱 我妈胸口剧烈起伏,她紧紧握着拳头 竭力控制着摔保温筒的冲动 我看见她额头溺出细腻一层汗 我坐在床沿,深呼吸,定定地看着她 妈,我知道你有骨气 你想证明你不需要依靠男人 你已经做到了 你把我养这么大,这么优秀 甩琴学几条街 但是,妈,你也别忘了,法律规定 父母双方都有养育孩子的义务 你和我爸生了我,他就应该养我 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养 累死累活供我吃工,武创供我上学 还要供我读信去搬 而他就轻松快活,搂着小老婆 打着大麻将,养着其他人的孩子 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算你累死了 把我拉扯大,等到他老了 我同样有赛养他的义务 你想让他白白捡这个便宜 我妈沉默了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从他离婚至今,争得不过是一口气 病房里的人纷纷劝他 举例无数,小之以理动之以情 核心思想就一个,不要便宜那个渣男 我见他有所动容 捡起勺子,洗干净地给他 人啊 有的时候,一旦从死胡同钻出来 就豁然开朗了 我妈最缺的是钱 我爸最不缺的也是钱 两万之后,我妈的胶着好的大半 在他看来,最坏的情况不过向我爸伸手 张红在到店里找我妈买鞋子 我妈不再委屈自己 张红看上什么鞋,她都给拿 只是,半跪着穿鞋这种事 对不起,老娘不干了 你这什么态度 谁家营业员不给穿鞋的 你信不信,我叫老板吵了你 张红拍着凳子叫嚣 张女士,你已经试了25双鞋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买不起 我妈靠着鞋架,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 张红作为金主,被营业员们吹捧惯了 哪受得了这种嫌弃 大手朝地上一挥,刚试过的 全部给我包起来 我妈笑着说多谢会顾 拿着计算器,飞快算账结账 25双,可以打个七五折 需要吗?什么意思 怕打折有损你富婆形象 说出去别人还以为你为了捡便宜才买这么多 张红的表情一瞬扭曲了 我妈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乐得哈哈大笑 我很久没见她这样笑过了 我问她,最后打折了吗? 我妈说,打了 不爽是不爽,她又不傻,不傻吗? 我看未必 如果不傻,就不会逼着她女儿学画画 妄图超越我了 我从幼儿园开始学 秦雪从五年级开始学 基础本不可同日而语 何况,我爱画画 勤奋源于兴趣,更源于生存 而秦雪从拿起画笔,满满都是叛逆 张红把女儿送到这个领域 基本就是送来让我打脸的 同一场绘画比赛 我轻轻松松杀戮省赛 她连机构选拔都过不了 更何况,学习成绩这个东西 小学阶段,一二年级不分上下 三四年级两级分化 五六年级天上地下 成绩好与成绩差隔着鸿沟 秦雪身上压着学校成绩和画画两座大山 若不是她趁着课间操或午休时间 把我的书包从四楼扔下 往我水杯里涂口水 抠走我复习资料 以及花钱找同学打我 我每次看着她怨恨地看着我 几乎快同情起她了 身为姐姐 不能眼睁睁看着妹妹误入歧途 我把她的种种行径告诉老师 希望老师能帮助她 老师寄出法宝 一次两次三次请家长 我罢死要面子的人 从来没去过 每次都张宏到学校挨骂 有一次 我包卷子去语文办公室 正好张宏在 我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我会好好教育秦雪 试试 道德比成绩更重要 我低头 勾唇 哼 道德一个知三做三的人 说什么道德 我余光看见张宏恨恨地看着我 我放下卷子 假装不认识她 转身走了出去 这一刻我很清楚 成绩好才能出人头地 足够优秀 才能在有限的环境里为 佛 欲 慰